为了深化当代浊西乡布农族人与传统领域的连结 华联县文化局与浊西登山协会 极力的推动在地布农族高山协作 关于历史文化资源的解说 以及登山向导技能的深化培训工作 其中5月份带领一批浊西青年上山五天四夜 由部落的长者未有人带领 身为浊西老猎人的魏大哥说 希望把自己从老人家身上学会的传统猎人精神 以及技术等传承给下一代 更希望不要失传了 趴在地上用力的吹气 这是传统的生活方式 一行人用了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把火顺利升起来 这是浊西乡登山协会的狩猎文化课程 特地跟浊西老猎人上山 现地学习过去祖先的狩猎文化 这场五天四夜的山上课程 吸引了将近有20多位的浊西青年参加 其实我们这一次的课程 主要是针对猎人训练的课程 因为其实这跟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不是只有在山上比如说这些 比如说像刚提到 而且还要带一些我们自己文化的东西 像我们这一次很难得请到魏大哥 魏友人魏大哥 他很愿意带着我们这些 比较年轻一辈的上山来 教授以前他们长辈在山上一些 就是比如说取火 然后做陷阱 然后还有一些生活的基本技能 削树皮磨刀山上煮饭 传统陷阱课程等等 都是这次课程的核心 魏大哥说过去老人家会利用山上的资源来取得食物 山上智慧就是互相尊重才能够来勇士 这一根呢 这一根也不对 布达你先用那个拿东西来压看看 跳上来你就知道 倒数第二天 大家来到卓西林道林奇南阿公的石板屋 布农族作家萨利兰表示 林奇南阿公的石板屋跟其他家族的石板屋不太一样 布农族的建筑智慧从石板屋可以看得出来细节 它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说 嘉兴它这边一块做完就做完 这边一块做完就做完嘛 就是四面可以分开装 可是这个大街的话 它就是有点是 你做到哪里的时候 这边也要开始做 因为它是大街的 就是它就是一定要是一体成型的概念 有有一体成型 就是这边盖完 然后这边也要这样盖 你看像这个就连接了 为了深化当代卓西乡布农族人与传统领域的连结 化电县文化局与卓西登山协会极力推动 布农族高山协作关于历史文化资源解说 以及登山向导技能深化培训工作 5月份带领一批卓西青年上山五天私业 由部落长者未有人带领之下 深为卓西老猎人的魏大哥说 希望把自己从老人家身上学会的传统猎人精神 以及技术等等传承给下一代 更希望不要试传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 会 estab Ole贴 cognitive计ñ报道 请不吝点赞绪